我们国家的电视剧如果能够走出去的话 可能跟你最终这个国家的实力有关系 你如果没实力谁关心你的文化 包括过去巴西的 墨西哥的 走进我们这个国内的电视剧 很受欢迎 但是你看今年还有吗 因为我们不需要了 我们本身的国产的电视剧 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我们拿出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剧 来跟世界的电视剧来比的话 我们也是一流水准 过去一年多部国产影视剧城市出海 武侠 科幻 悬疑等题材均获得海外市场关注 为何中国影视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影视剧如何在海外拼出特色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 多位文艺界别的政协委员就此戒言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蒋盛南表示 中国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海外受众 他们希望通过中国影视作品了解中国文化 全世界也想看 中国这些年发展这么快 那么中国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会去看一些中国的故事 那么他会从看现代剧到古装剧 也会发现他们的文化是怎么回事 那么同样我们好的剧 是因为这些年也是通过这个经济发展了 我们有更好的资金进行这个 包括复华道的打磨 包括我们这个剧本的演员的这块打磨 所以选出来的也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精品 所以这是一种双向奔赴吧 如何加速高质量影视破圈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甫怡川表示 电影走出去应依靠市场行为 融入他国民众的生活和观影体验中去 以前我们电影走出去利用的是当地的华人啊 这样一种方式来说 市场行为很弱 我们在德国搞中国电影之后 在法国搞中国电影之后 但这样一种方式 他观影的这样一种人数是有限的 他是没有得到市场验证的 是吧 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交流 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流浪地球2 他跟以前我们出海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 这次直接是找到了狗海外的发行公司 在这方面其实做了很好的一个尝试 委员们认为中国影视要感动世界 不仅要走出去更要留得下 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建立感情共振 在黄甫怡川认为 中外合拍电影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我去年曾经看到一个小影片 和国外一个国家合拍的 那么钱是由我们出的 但是整个制作单位制作人员都是国外的 他讲了一个关于这个武龙的这么一个 很中国话的一个故事 你会发现他跟我们自己拍的有关武士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他很西方话 但是他讲的又是一个中国的故事 所以他接受起来呢 西方的观众可能更容易接受 所以这也是一种 我觉得合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影视作品国际化传播提制增速的背后 也离不开影视工作者对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的不懈追求 全国政协委员演员张凯莉期待 为中国文化带来更多 更具穿透力的破圈现象 让中国好故事传播到全世界 国内影视的出海潮 应该是对国内影视行业的一种鼓励和肯定 也激励着影视工作者 不断地提升内容的制作力 平台的传播力 IP的影响力 积极向世界讲好暖人心 聚人心的中国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